欢迎回到旧旧的频道 这期视频呢是一个好物分享 一个嫉妒的好物分享 要分享的好物不是很多 只有八样 然后有美妆类的 有身体护理类的 还有一些我爱吃的零食之类的 然后就是一共八样东西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样是小二天的眼线胶笔 这个是他们家的型品 好像除了黑色跟墨绿色 比较偏扯重一点 其他的所有可可爱的颜色 成年人不做选择 我都要 六个颜色都在这儿了 这色彩真的绝了 好像画又画的油彩 完妆又日常的感觉 相比眼线笔 眼线胶笔 对于新手的力道控制要求 相对低了很多 眼线画起来也容易了很多 但是它卸起来又很好卸 轻轻那么一擦就没了 我今天特地没画眼线 用来拍上眼特写 不会吧 不会真的还有人 没有一只红色的眼线胶笔 用来开那眼角吧 看出来真的自已自然 看一下左右两边的对比 这边就特别自然地开了一个眼角 节省手 Sufi 看没 眼尾的眼线 不管是单画一个颜色 还是撞色都巨鲜巨美 第二 第二样东西是菊朵的明年唇膏 14号色 这个是上次跟菊朵合作的时候 跟腮红一起系过来的 一只口红 然后我比较推荐的一个点是 这个是我近期就 至少是很长一段时间内 看到的唯一一个就是 上嘴不死亡 芭比粉的一个展男色 不能说展男色吧 就是比较偏豆沙粉的那种 然后而且男子的使他不调皮 就是一般像那种豆沙粉啊 展男色啊 那种口红啊 唇釉 一般都是只有白皮涂了才好看 但是呢 我是属于黄皮 黄衣白的样子 然后我涂这个口红的话 它不会挑皮 然后素颜涂也是 没有什么压力的 而且涂上嘴就很自然的 就像你自己的唇色的一样的 一只口红 像我今天的话 上嘴的就是 这一只口红 就这个绵绵 14号色 然后叠了一只完美日期的这个H11 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 应该是叫小酒馆吧 它的一个镜面唇油 这个口红跟这个唇油叠出来 就是我现在嘴巴上的这个颜色 第三 第三样是完美日期的新版白胖的西装水 我之前一直用的都是完美日期的白胖的西装水 然后已经用了快一年了吧 这次西装水换了西配方以后 它是比老板要更加的温和 但是呢清洁力还要更强 而且还换了跟插画师联名的新包装 我觉得好好看哦 夏日清爽的感觉 扑面而来 核心成分是艾基酸配方 温和不刺激 像我平时卸眼睛的话 完全不会辣眼 嗯 像平时的话 那种眼线啊 眼影之类的日常妆容 以它的清洁力 卸干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是那种防水睫毛膏 还是必须要用那种专门的眼唇结状水才行 我在手臂上写眼线眉笔口红给你们看一下 化妆棉记得要充分进湿 然后这样 然后在皮肤上稍微湿敷一下 轻轻流搓 轻柔一点 不要把你的皮肤当做臭热 记得轻柔一点 然后这样轻轻擦除 彩妆就都写掉了 59买一送一片又大碗 真的是性价比超高的一款卸妆水 第四样进入身体护理阶段 然后第四样是一款多分的身体磨砂膏 之所以推荐这款磨砂膏 第一个是因为它的香气 它是石榴子和乳霧果 它这个的香气是一种甜甜的果香 然后加上一点点冰淇淋的那种牛奶的甜香 然后就混合在一起 我觉得很好闻 很少女的一个香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本南方人实在是承受不住 那个搓澡的那个 就是那个是搓澡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反正我是真的承受不住 我就尝试了一次了以后我就真的不好意思 拜拜再见 就是太痛了 我觉得相比那个搓澡精 我还是选择磨砂膏吧 可能磨砂膏它的见效会慢一点 又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心理安慰 但是相比那个疼痛的度数吧 我还是觉得就磨砂膏吧 就这样吧 第五个 第五个是这个荷兰风车羊带粉 也可以叫它小绿盒 然后这个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面看了挺多测评 然后才选出来的一个 就是它的膳位是比较少的 算是在进口羊带粉里面 算是比较膳位比较淡的一个了 然后它也不太难冲 不太难泡 它是比较好融化的一个 然后奶味的话也是很足够的 就充分比较了 比较了几款进口的羊带粉 以后我就选了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 喝起来还不错 喝起来挺香的 但是不能等它放冷 就是一定要在它还是热的奶的情况下 就把它喝掉 冲泡也很简单 就是热水 然后药介绍进去 然后搅拌几分钟就好了 我之所以买这个羊带粉 是因为我听说 那么美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宁可信其我不可信其 我就是美女的一点一滴 都是怎么摆的 就这样积攒来了 就是说不定哪天就真的摆了 反正就是 都试一试吧试一试 第六个野兽 比如说喝的东西 就是这个 脚又麻了 都嘛 看 龙王豆浆粉 对 就龙王它是一个老牌子 就我看淘宝上面是说几十年的老牌子吧 然后很多 很多那种早餐店里面 做那种豆浆 也是用那种速龙豆浆粉 它们可能也不是那种打出来的豆浆 反正我泡了几杯 喝了以后 我觉得 跟真豆浆 差别 其实不是特别大 就它可能会带一点点奶味 就是没有那个豆浆那么多的 很明显的豆子的味道 其实我不喜欢那种 豆浆的那种生豆味 我反正会更喜欢这种豆浆粉泡出来的 所以的话 现在我一般都是 早上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泡一杯这个豆浆 或者是泡一杯那个羊奶粉喝一下 像一些如果在外面租房 在那儿买早餐 不方便 或者是打豆浆 没有豆浆期 或者是 时间比较赶的一些朋友 就可以买这个龙王的豆浆粉 就是自己在家冲一下 试一下 就它也很简单 就是热水 然后倒进去 然后搅拌 甚至搅拌的更快 搅拌一两分钟 它就好了 然后就可以喝了 味道也还可以 它不是那种豆奶的味道 它不是我之前买的 那个用和豆浆的那个成品 那个豆奶粉 它冲出来就是豆浆味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奶味 这个我还挺喜欢的 我不喜欢喝豆奶 词穷 那就下一个 放出第二样东西 我脚麻了 我不想去拿了 就到时候贴图贴在这 或者贴图贴在这 就是一个那种产地是云南的酸黄瓜 那种酸泡黄瓜 就用那种泡菜水 然后泡出来的酸黄瓜 那个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样东西 但是呢 因为在外求学 然后回家不是很方便 然后的话也不太好 让我就是奶奶给我挤过来 所以我就在淘宝上面找了一下 找到了一个那种卖云南特产的店 然后就在里面买了酸黄瓜 说到我眼口水了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我觉得挺好吃的 挺符合我的口味的吧 就是那种酸辣的口味 特别是热天 热天你就是吃不下饭 没什么胃口的时候 你吃一个那个酸黄瓜 它泡的那个酸黄瓜是特别小的那种嫩黄瓜 那种小黄瓜 那么带了一个小黄瓜 然后开个胃 然后你就可以接着吃饭吃菜了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样东西 至少是很开胃的 如果是比较爱吃酸爱吃醋的一些 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一些人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是如果不爱这个口味的话 就像霍哥的话 他不是很喜欢吃酸 不是很喜欢吃醋 所以他就不太喜欢这个口味 我给他买了一罐 他都没有吃 他只吃了一点 他就不要了 然后但是我的那一罐 我吃了还嫌少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上辈子可能是个云南人吧 我特别喜欢吃云南那边的特产之类的 酸黄瓜是我觉得值得推荐的一个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还有它那个什么撇菜羹 应该叫撇菜羹 然后酸辣 但是不太吃得怪 而且那个太辣了 就是如果特别能吃酸 特别能吃辣的 也可以买那个回家试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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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下一个 第八 最后一样东西 冰袖 我是之前学校就是副学重新开学 然后就是我我我我学校我不想被晒 然后我就买了四副冰袖 然后还防晒的 防晒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啦 我觉得我的手臂好像是没有被晒的 然后我平时在学校出门也是污得特别厌实 我不行要穿这个冰袖 我还要穿那种长裤的长裙 然后还要打一把伞 还要戴个口罩 然后就是把防晒从从头到脚都都要做好 然后这个的话像平时夏天 就是你防晒的话你可能穿长袖会觉得热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这个冰袖就会起很大的帮助你的作用 因为它它冰袖跟长袖不一样 这个冰袖它是真的就是可以给你的手臂有局部降温的作用 就是相比穿长袖防晒的话它会没那么热 然后我就买了四副 两副粉色然后两副白色 不管是粉色还是白色 我都是比较推荐这种 那种就是耗质的这种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这样的这种款式 这种款式的话它会 第一个它是防晒的区域会多一点 不会出现就是你上面白 然后你的树长特别黑的情况 第二个就是比较好搭配一点 然后有一些喜欢兔裤风呀或者是那种辣妹风呀 也可以买这种袖套 买黑色或者粉色或者其他五颜六色奇迹怪怪 潮纹的那种那种袖套都是可以的 就是可以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搭配衣服的作用 然后就是袖套买什么牌子买哪个店 你随便看一个评价比较好的销量比较高的 随便找哪个店都可以 当然我买的这个是南极人 但是众所住是市面上已经没有真正的南极人了 所以的话就买哪个牌子也就无所谓了 你就看销量多的 然后评价好的 或者是款式新颖的 就是买这些店铺就好了 八样东西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有你觉得OK可以入手的东西的话 记得三连 下期再见 拜拜